好冷啊 根本不想出门 今天早上我都是在酒店里吃的 叫做外卖 我什么时候才能在武汉过早啊 太冷了 现在呢 我们去吃一家武汉的独有小吃 走 哎呀 这个路口的风真大 街上的人都穿得好厚啊 幸好我有带围巾 这个风都把围巾吹回来了 打车还挺方便 您好 到前进四路那个 岩脑腰重油烧麦 没错 今天我们就是要去吃这家店的 岩脑腰 虽然这家店主导的是重油烧麦 但是他们家的豆皮卖得很好 而且排队的排很久 豆皮永远都比烧麦的人多 今天这两个我们都去尝尝啊 看下现在气温 零度 啊 关门了已经 是关门的吗 是关门的吗 是关门的 早上就很多人是吧 哎呀 居然不来队 这个本来就是过早的嘛 我们是下午来的 是没有做了吗 没有 现在没有吃的了 哦 已经卖完了是吧 要中午一点钟之前过来 哦 现在只有冰冻的了 哦 只有冰冻了 那怎么办 只有下次再来 那我们明天再来咯 明天一定要到这儿起床了啊 哈哈 今天我又来了 武汉是一座你起床晚的 就没有吃到的城市 当然这有点夸张 就是起床晚的 这种很火的吃的就没有了 今天我来了 开门了 所以说呢 早睡早起 身体好 走吧 我们去排队 已经排上了 我们先去豆皮那边排 它是要排两个队伍 一个排豆皮 一个排烧麦 今天班砖 你不狠 你就吃不到好吃的重油烧麦哦 一份豆皮 一份烧麦 那你吃哪个 嗯 在这吃 多少钱 然后再要一个糊米酒 计计收款 二十二元 谢谢 这个队伍好长啊 我要了一份三鲜豆皮 一份烧麦 一个米糊酒 还有一杯豆浆 一共是二十二块钱 这个价格还是不贵啊 我们排队要分开排啊 前面排烧麦的是一个队伍 我们排豆皮的是一个队伍 所以呢 我排了这个豆皮 还要去排烧麦一会儿 终于要到我了 师傅现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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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我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好香啊 看着就有食欲 真的好香啊 排完豆皮又排烧麦啊 哇塞 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好香啊 我第一次吃豆皮 也是第一次边排边吃东西 三鲜豆皮是哪三鲜呢 鲜肉 鲜笋 鲜菇 是用米浆 然后加了鸡蛋做成的 还特别焦酥 糯米和鲜笋一起吃的话 觉得很爽 这个头好大呀 上麦我也拿到了 走 是后面还在排队呢 我们去找个店坐啊 胃都不好找 还自己收拾 我还有两个喝的 一个豆浆 一个一个糊米酒 谢谢 好香啊 在武汉呢 我也是特别喜欢喝这个糊米酒 不管到哪 只要有弊点 真是爱死了这个 哇 好暖啊 豆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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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可以好好地吃了 嗯 真是太棒了 又香又脆又糯 怪不得是三鲜豆皮呢 太鲜了 我第一次吃豆皮 听说还有一家叫做通城豆皮的也很火 但是我目前吃的这个我都觉得很不错了 对于第一次吃豆皮的我呢 我基本上要给到满份了 他们家好像本来是做重油烧麦的 但是豆皮更多人吃 这烧麦看起来不太漂亮啊 有点散呢 来 我们来尝尝 一定要记得加到它口 如果你加它的这个下半部分的话 就会加烂 来尝一下啊 但是不要一口下去 因为太烫了 要慢慢来 口料也是蛮足的 里面有一颗很大的肉 哇 这个胡椒的味道特别重 你看这一颗肉 每一颗里面都有个这样的肉 还是挺大的 我们四川也有烧麦 不过我们四川的烧麦呢 它一般都不放这么重的胡椒 烧麦又叫烧梅啊 在武汉 叫烧梅的原因呢 好像是它封边的时候啊 这个有点像梅花 所以又叫烧梅 可能是因为太多了 重叠在一起就烂了 所以呢 麦相就不是太好看了 他们家的烧麦 我觉得一般吧 不是太吃得惯 但是这个豆皮确实好吃 胡米酒也是必备的 必须点 胡米酒三块钱一碗啊 真的是很便宜了 但是我吃了这么多胡米酒 我觉得还是四季美的最好吃 豆皮确实不错 我大概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板 然后烧麦的话 可能就20分钟 所以吃豆皮的人是特别多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来 都算是好的了 像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人是最多的 虽然他们招牌打的是重油烧麦啊 但是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就是要吃这个豆皮 有没有三十年了 有三十年了啊 谢谢啊 很好吃 很好吃吧 很好吃 特别是那个豆皮特别好吃 谢谢啊 再见 哎呦 不想而知生意有多好啊 他们家呢是只准备这么多材料 卖完就没有了 大概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抢完了 这种药物 我下午一点 好 我下午了 摆一下 十次 是什么 你 要 你说